我出的一道有关的报道 认为拉夫罗夫外长说的很有道理 民主不是口号 不应借用民主的光环 来掩饰自身治理中出现的问题 放任本国民众 因为种族歧视 社会撕裂 贫富拉大等问题付出沉重代价 民主也不是教堂 不应不顾世界各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千差万别 试图把民主变成可口可乐 一个国家生产原家 全世界一个味道 剥夺各国探索本国民主道路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更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 不应打着民主旗号 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作为打压他国 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 在国际上煽动分裂和对抗 把世界推回到危险的冷战年代 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 不是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 也不是建立什么民主国家联盟 而是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 加强全球协调与合作 携手应对疫情肆虐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共同推进 人类进步事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